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各位大伯小伯大家好 我是李老师 今天很开心又要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好运用多千年必考单字 今天的节目是第76集 那单字编号是383到388 你没有算错哦 因为剩下这个单元已经快要结束了进入尾声了 然后李老师稍微算了一下 要把这些单字给消耗完的话 刚好这四个礼拜的节目可以把它录完 然后呢 接下来的未来这四集啊 每个礼拜都会有六个单字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正式的完成 第四个单元 Purchased 这个单元 那我们一共有十个单元啊 所以现在终于正式完成十分之四了 也很开心 即将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个月后就知道了 所以呢 今天呢 就跟以往不一样 就是介绍六个单字 那不管怎么样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那我们就先把这些单字先念一遍咯 第一个单字 Mai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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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字 Cur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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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字 Spora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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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字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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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字 第五个字 Squ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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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个字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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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的个人网站 请搜寻 郭义老师 或郭义英文器官 科学院 相关网址 请参考影片说明 所有的例句 取材自Yahoo 线上字典 与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Online 同学只要在字典网站中 搜寻我们列出的单字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例句 以及其他的相关讯息 好吧 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单字开始 那上个礼拜的单字 因为应该说 资料量比较大一点 额外多了一些补充的组合 所以 李老师自己下来跳 居然录了40分钟 今天我会尽量克制 其实在挑选资料的时候 已经忍痛了 删掉非常多的例句 不过今天有六个单字 是时间能不能有效控制 我会好好加油 要怎么样 要达到一个平衡点 不要讲太快 让大家听不懂 又搞到 就时间拖太长 我一直很为难 反正总有所克制 我会努力加油的 第一个单字 大家都很熟悉 叫做Maintain 尤其是一些工科的老师 他们会说 一个计划 到底能不能维持下去 能不能坚持下去 或摩台机器 到底有没有得到 适当的维修 或维护或保持 就是一种Maintain的精神 包括人际关系 也是一样 那这个字可以在后面 加个ABOE 各位可能会学过说 ABOE字尾 就是所谓的能够的 所以一个东西 如果是Maintainable的话 那当然就是可以被维持 可以延续下去的咯 那下个名词是大家很熟悉 可是我发现我已经念错的好久好久了 这个字叫做Maintainance 刚刚重新查一下字典 确定原来中心在第一个音节 我已经念错好 念错超过十年以上 一直都以为中心在后面 原来这个字就是 中心在前面 这个字就是维护维持的意思 Maintainance 好比说这台机器的Maintainance 这台机器的维护维修保养 好李老师那就不多说 直接进入到Yahoo的例句 这里一共四个句子 我们第一个句子 他这里说 Ann and Mary maintain their friendship for the next 30 years 看起来这是在叙述件过去事情 他们30来年前 某个时候某个时间点就已经认识了 在那个事情以后 后续还维持了30年的友谊 当然他并没有说他们友谊已经结束了 就不用这样推论 但是至少就是说 在某件事情以后 Ann跟Mary这两位 Maintain their friendship Friend就是朋友 ship就是一种身份 所以维持他们的朋友关系 for the next 30 years 接下来30年 还一直保持了他们友谊 相当的棒咯 接下来看第二个句子 Frank maintain his car very well 这个例句应该是功课的同学 应该是相对之下这个情境是最熟的 买了一台笔电 买了一台车子 买一台机车 甚至一栋房子 你把它维护保养得很好 叫做 Maintain something very well 在这里很多人都是爱车一组 讲爱车主是比较好听啦 根本就是车奴 这个时候的话就讲说 他们就是雇车子 雇到都没钱了喔 但是车子就很漂亮 这样的人 你也可以夸奖他 说 Frank maintain his car very well 把他的车子雇得很好 那第三个例句 He maintain that he once saw a UFO 在这里的Maintain指的是说 就算人家怀疑 他也不改变他的说法 他维持坚持他的说法 Maintain that 那件事情 他坚持 他坚称怎么样呢 He once Once就是有过那么一次 过去曾经发生过 So 这个字就是see的过去世 UFO 不要看到U开头 因为U这个字 他前面的一个音标的话 第一个音标是Yet的这个字 这个字 有些时候有争议 有人认为U开头的字 应该是前面是加N 那有人认为加2 这件事情有了争吵 总而言之就是 Yahoo觉得他是加2 我就照着人家字典上面这样念 那UFO就是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所谓的不明飞行物体 那很多年前 大概几十年前 人家称之为Flying Source 叫做飞碟 对不对 会飞的碟子 你看一下荧幕上 那个字叫飞碟 但是差不多 在我念国小的时候 大概几乎都称之为UFO了 就是不明飞行物体 Object就是物体 好吧 他就坚称自己看过飞碟 至于有没有 那就自己看着办 那我们来看一下Yahoo给的最后个例句 Mr.Smith maintain his son at college 这好生动啊 听起来像把他的儿子 当成一部机器来管吗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他的儿子在大学 his son at college 但是问题是 既然他能够在大学 能够继续就读 当然中间后面需要很多的后勤资源 吃饭 睡觉 包括他的学费 生活费起居 那些东西 所以Mr.Smith maintain his son at college 说白点就很像各位的爸妈妈 正在为各位做的事情一样 他供他儿子念大学 或是供养念大学的儿子 不过Yahoo他字写供养 听起来很奇怪 好像在讲一些 供养什么声明式的 一般来讲我不太喜欢讲供养这个字 供养通常会在一些中教团体 会有特别用法 你就应该讲说 他就是供他儿子念大学 这样讲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们继续进行到Longman的例句 这里面只有一个句子 他这里说 He maintain his innocence And said the allegations were ridiculous Maintain 在这里是坚称 跟前面也是一样 Maintain his innocence 就是他坚持 要努力维护住他的无辜的状态 innocence 就是无辜 对不对 他人家认为他有罪 可是他认为说 不这不怪的事情 就像很多人被人家只称为 你这个人有me too 有性骚啊 或者是贪污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案件的时候 他一定会努力去维持自己的清白 努力维持自己的清白 就是Maintain his innocence 然后呢 说什么呢 The allegations A-L-E-G-A-T-L-O-N 这个字就是控诉指控 这些指控怎么样呢 Were ridiculous Ridiculous 就是很荒谬的 不合理的 根本就欲别说 所以整个句子呢 He maintain his innocence And said the allegations were ridiculous 他努力的捍卫自己的清白 而且坚称 怎样呢 这些的指控都是荒谬的 没有道理的 那在这个单词结束之前 李老师还想起来 自己在大学时代 听过ICRT 广播电台里面 有介绍过这么一个句子 叫做 He is maintaining a positive outlook Outlook 不是搜Email的软体 Outlook 可以指的是外观 他在努力的维持自己正向的外观 要让自己看起来很正向 事实上他心里面可能有些不同的感受 但是他努力维持他正向的外观 那这句话你可以发生什么呢 他在努力的强颜欢笑 叫做He is maintaining a positive outlook 好吧 那这个单词就到这个地方 也不拖各位时间 我们继续进行到第二个单词啰 继续来看一下第二个单词 有道是在世界上充斥着 我们以为自己懂 但实际上不懂的东西 像这个字的发音 刚刚又被字典纠正了一下 它叫做Curtile 中音在后面 Curtile Tail 这个字是尾巴 对不对 那把他的尾巴给怎么了呢 我们把它翻成缩减 这个字是个动词 听起来就是 很像是把某个东西的尾巴给砍掉 缩减 那预算的缩减 开支给缩减 而他的名词呢 后面只能加个MENT Curtilement 或者是有人念成Curtilement 都可以 我看到两个字典不同的发音 有人念的后面的音 比较高一点叫做Curtilement 或是Curtilement 两个都可以 那中音 重点都是在AI 那个L 在这个音节上面 注意一下 这个单字很简洁 那Yahoo 只有一个例句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它里面讲什么呢 它说 The government hope to curtail public spending spending就是花费 所以呢 public spending呢 就是公共开支 公共事业的开支 所以呢 现在政府他可能有金钱上 预算上的问题 或赤字上的问题 所以他希望能够从某些地方 能够开源截流 其中一个部分呢 就是公共开支 所以The government就是政府 Hope to就是希望 Curtile就是所谓的减少 缩减 public spending 整个句子 The government hope to curtile public spending 政府希望能够 解约公共开支 相当好懂咯 继续来看一下后面的例句 这里面也是两个短短的句子 很快就可以过去 那第一个句子说啊 Since 1979 public sector housing has been severely curtailed 那自从1979年 某个国家是谁 这我不清楚 public sector 所谓的公部门的housing 他们的住 住就是他类似像他们居住的地方 好比说他们配的宿舍 或是他们配的那个办公空间 什么之类的 整个整体上这方面跟住有关系的 都叫做housing public sector housing 怎么的呢 has been severely curtailed 被人家严重的缩减 severely就是严重的 curtile就是缩减 可是他们政府就没有那么多预算了 对不对 所以就开始从 砍掉那个公部门的员工宿舍啦 官邸啦 或是办公空间的开始 这样的节省支出 整个句子 Since 1979 public sector housing has been severely curtailed 自从1979年以来 公部门的住房支出被严重的缩减了 那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单子的最后一个例句 它说什么呢 budget cards force schools to curtail after school programs 这对有些老师而言可能是哀哀叫 这对有些学生而言放鞭炮庆祝啊 什么东西呢 budget cards 就是所谓的预算的删减 budget就是预算 cut就是被人家砍掉了 对不对 它只能当成一个名词 可见是不是只有一件事情 好几笔预算被人家砍掉了 budget cards 那force呢就是逼迫 在这里force本来不是力量吗 它当动词而言就是逼迫 逼迫什么呢 那些学校 schools 苦主不只是一所学校 来做哪件事情呢 逼他们去 curtel after school program curtel就是缩减 after school呢 就是在校后的 就是上课以后的 课后的program 就是一些计划 那通常都是一些辅导课程啦 所以也就是说 那整个句子呢 budget cards force schools to curtail after school programs 那额 预算的缩减 逼迫那些学校们去 怎样呢 缩删减怎样呢 课后的活动 包括课程 包括活动之类都一样 好吧 那这个单字很简单 很快就过去 我们继续找第三个单字前进咯 那第三个单字叫做sporatic 它是个形容词 意思就是分散的 或是时有时无的 它有另一个写法 叫做sporatical 那我理督老师去查了一下 后面加个al 这个字本身在含义上 并没有太大差别 一样都是形容词 意思是差不多的 那后面再加个ly呢 sporatically 它就是只是一个副词 只有词性上差别 本意一样都是 就是跟分散时有时无 不连续的那种感觉有关系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 Roman给的例句 因为Yahoo这里 就什么都没给啦 那Roman只给了三个例句 所以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那短短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这里说 since then he has been on sporadic drinking binge since then 就是所谓的 在那时候以后 he has been 就是他就一直 那时候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叫做 现在完成式 has been on sporadic sporady 是零零星星的 drinking binge bing这个字 可以指的是狂饮 所以drinking binge 当然就是酗酒 那可是他也不是说 每天都在喝 或许也没有钱 也没有那个时间 也不打算这样做 总而言之 他只是散步时 就会怎样呢 零零星星的会 酒喝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有些时候会酗酒 不会每天喝 但是也喝就喝很多 这个状况叫做 since then he has been on sporadic drinking binge 所以 bing这个字 除了当酗酒以外 你也可以只是疯狂 做某件事情 想去追剧 那就是所谓的 binge watch 去看一下 下面的写这个字 因为 几个礼拜前 我们的一分钟宣音舞里面 就讲到这个字 bing to watch 就是所谓的追剧 那第二个例句 Sporadic gunfire continue through the night 这个例句看到 有些美国人 或者是 在加沙走廊的人 心中 就是心情肉跳的 Sporadic gunfire 就是所谓的 零星的 的枪声 或者是 就是类似焦火 OK gunfire continue 就是持续的 through the night 或者是整晚枪声都没有停 那并不是连续一直打个不停 但是就是三不五十 就开枪开枪开枪 一直都觉得没有安全感 一直觉得很刺激的感觉 那战斗持续整晚 但是枪声是零零星星的 叫做 Sporadic gunfire continue through the night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例句 Our advertising campaigns has been too sporadic to have had a lot of success 前面的主词 Our advertising campaign 就是我们的广告活动 那campaign 这个字是某一个行销活动 包括选举的广告 促销这些事情 都叫做campaign 那 have been 就是已经是 那从 之前到现在都是主词 too sporadic 就是太零星了 广告之间 广告的投放这件事情 本身要一定的强度 跟平反程度 让你的观众看到够多次 才会留下影像 结果他们广告 因为可能是预算差别 或是投放的方式 结果看起来就是零零星星的 has been too have been too sporadic 就是太零散了 因此太怎么样 而没办法怎样 叫做to to 后面那个动词 不定词 当然就是做不到的地方 什么事情 to have had a lot of success 可见那是从过去的事情后 所以他连不定词 后面都接着一个完成式 have had a lot of success 整个句子就是说 Our advertising campaign have been too sporadic to have had a lot of success 就是说我们的广告活动 太零星了 所以不会有很大的成果 当然意思是要加钱吗 还是换个方式 都可能 好吧 第三个单字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继续朝第四个单字前进 經过了快乐上半场以后 下半场的例句 会比较多 那第四个字叫做charge 它是可以当成动词 表示对某人鎖架 或开个价钱 跟他要钱所费 或控告或指控 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在篮球场上 你对一个人 产生做冲撞的动作 也叫charge 或是你去看一下一些 国家地理频道 看非洲的动物 像一头大象 对你冲撞过来 那也就是charge 那如果当名词 可以只是费用 或价钱 或有人对你的指控 都可以 那yahoo的例句呢 老天 这里共有9个例句 因为实在是charge 这个字 能够包含的范围意思 实在太广了 其实 说真的 李老师没办法涵盖到 所有的意思 所以请各位 务必一定要去 致点网站上 好好的看一下 里面有什么 一些相关用法 那我们还是 这9个句子啊 其实实在是 已經删减过的 那我们先从 第1个句子开始 第2句子说 这里面所卖的东西是什么呢 for large eggs 就是大颗的蛋 那而且是多少呢 是叫做 a dozen d o z e 就是一打 就是12个 a dozen for large eggs 就是说 对于大颗的蛋里面 一打是 怎样呢 12个 然后呢 多少钱呢 only 65 只有65 每分 也就是说 大约三分之二的 美元 然后呢 this store 这家店 offen charges 就是他就只跟人家 开这种价钱 开什么价钱呢 65每分的钱 所以整个句子呢 this store offen charges only 65 a dozen for large eggs 就是说 在一打 一打的那个 大鸡蛋 在这家店里面 通常只卖 美元的695分 只有三分之二个 一块钱 相当的实惠 那心态币20块钱 买一打的鸡蛋 那开什么玩笑 太棒了 继续再看一下 第二个句子 他这里说啊 he was charged with stealing 在这 charge 指就是被指控 被控 什么样呢 stealing s-t-e-a-l-i-n-g 这个字就是偷窃 就是被控偷窃 意思很简单 be charged with something 在篮球场上steal 当然可以指的是 那个 操球啦 不过在这里指的 当然不是篮球场上操球 指的是偷窃啦 好 第三个例句 the statement charges that their actions violate the agreement 在这里的charge 可以指的是声明 那就是说指责啦 指责哪件事情呢 前面的statement 就是这个声明 指责说 好以下是指责内容 他们加上一个that指句 their actions 他们的举动 violate 就是所谓的触犯的 违反的 the agreement 就是协议 换言之等于是说 有人觉得他们自己被侵犯了 结果他们就发出一道声明 叫statement 去控诉以下内容 控诉说 their actions violate the agreement 他们的行为 违背了先前的协议 那当然就要去对他们 去追究这个责任咯 第四个例句 the nurse was charged with the care of the children 在这里的charge不是指控诉 而是被托付 你被交付这样子的责任 the nurse可以指的是保姆 不一定要翻成护理师或护士 那就是保姆 这位保姆怎样呢 was charged with 被托付了什么呢 the care of the children 就是对小孩子的照料 就是说保姆呢 因为那些爸妈妈白天去上班嘛 对不对 没有爸顾小孩都把交给保姆 叫做the nurse was charged with the care of the children 继续看一下第五个例句 也是很常见的 叫做the battery needs to be charged 相信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机车还是你的手机 你的电池都要怎么样呢 都要charge 都要充电 the battery就是所谓的电池 needs to be charged 就是需要充电的 再来看一下第六个例句 the store doesn't charge for delivery 在这里的charge 是个不及物动词 那后面呢 对哪件事情 鎖架呢 叫做for delivery 就是送货 换言之说 这家店是愿意帮人家送货的 可是他送货 并不会额外收钱 叫做the store doesn't charge for delivery 这家店呢 还是免运的哦 好比说 是饮料店啊 便当店啊 你跟他叫那个便当 送到你们学校去 他不会额外给你收运费 叫做the store doesn't charge for delivery 接下来第七个句子 the lion charged at those little animals 刚刚你有时候讲过 就是charge 是朝一个动物给扑过去 冲过去 所以呢 the lion呢 这只狮子 charge at 朝着那些 谁冲过去呢 those little animals 那些小动物 当然就是一种狩猎 攻击的举动 the lion charged at those little animals 狮子朝那些小动物冲了过去 这个画面大家都知道了 倒数第二个句子 the charge for admission is 5 US dollars 所谓的charge for admission admission就是进场 进入一个场地叫admission 通常也会直接说admission就是入场费用了 或入场这些事情 但是前面再加上一个charge 就更直接了 就是说进去场内的费用 是多少钱呢 5 dollars 或是US 5 dollars 你都可以这样讲 入场费15块钱美金 终于到最后一个例句 他怎么说呢 他说 he was arrested on the charge of robbery 那大家可能知道arrest 这个动词就是所谓的逮捕 他这里可能就是一个被动式 他被逮捕了 为什么被逮捕呢 on the charge of 就是因为被控什么东西呢 robbery robb就是抢夺的这个动作 那robbery 他这个名词型就是抢劫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说他因为被控抢劫 怎样呢 就被捕了 he was arrested on the charge of robbery 他因为犯抢劫案 所以被捕了 好了 9个例句过去 这个单字终于讲完了 还是打坏句 李老师已经删前掉好多内容了 有空务必一定要去字典网站去查一下 因为这个字很重要 商务上很常用 一定要学会咯 我们继续查哦 第五个单字前进 第五个单字叫做squash 它是个动词 意思是压扁或压烂 那后面还有别的意思 我们等一下解释 那直接进入到雅虎的例句 这里有三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说 ripe persimmon squash easily 那ripe就是所谓的熟透的 一个水果如果是成熟的叫做ripe 那persimmon就是所谓的柿子 很熟的柿子 大家应该知道那种话没有 对不对 squash easily就是容易被人家压烂 所以在这里可以当成一个不及物动词 它就是 squash就是说 会被人家压烂 这样的状况 所以整个句子 ripe persimmon squash easily 熟柿子容易被压烂 甚至有人 有这种特意的节日啊 拿起死 那个柿子拿起来砸人家 就会有那种吸取效果咯 继续看第二个例句它说 he managed to squash into the car 那这里面只是想跟各位介绍一下 squash into 就是塞进去 match to 就是终于努力 经过一番努力以后 终于办到了 match to 那squash into 就是塞进去 挤进那部车子 也许那部车子 本来是现成五个人 结果他载了八个人 他努力好不容易 终于挤进去 叫做he managed to squash into the car 那看一下yahoo的最后一个例句 5 people in this car is a bit of a squash 在这里squash就指的是拥挤的状态 所以说如果说是5 people in this car 在这个车子里面的五个人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is a bit of 就是有那么一点 a squash 就是有那么一点挤 所以整个句子呢 5 people in this car is a bit of a squash 哈比说这是一部小车 才塞了五个人啊 真是有点挤哦 那继续来看一下Lowman的例句 这里一共有两个句子 第1个句子说 her hair had been squashed down by her head 那如果说是有些人 本来头发是有个发型的 但是结果戴了帽子以后呢 就被压扁了 那像有些男同学 喜欢把头发抓头发 对不对 可是他们就不喜欢戴帽子啊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戴了帽子 头发就会被压扁 他这里在讲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her hair 她的头发 had been squashed 可见这是个过去文程式 描述之前的事情 squashed down 就是被压下去 被什么压下去呢 by her head 就是帽子 她的头发被她的帽子给压垮了 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例句 the government was quick to squash any hopes of reform 看起来是对这个政府 不是一个很正向的描述 那这政府怎么样呢 was quick to 就是很快的 就做哪件事情 这方面啊 很厉害很擅长啊 反应可快的 做什么事情 squashed any hopes of reform reform 这个字就是改革 hopes of reform 就是改革的希望 那但是那个希望 被人家压扁的 被揉练的 所以就是说 这个政府对于 压制改革的希望 是非常动作非常的快的 ok 所以政府 善于打压 那些改革的想法 叫做 the government was quick to squash any hopes of reform 因为有前面这个例句的关系 所以我就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可以讲说 squash rumors 或者是 hopes 或者是 reports 这类的东西的话 意思是说 saying that a rumor or something is not true 出来讲说这些的 谣言啦 或者是什么东西啦 如果说今天是有 rumor 就是谣言嘛 对不对 或者是hope 就是说有些希望 我们渴望这样 你就请你打消这个念头 跟你讲说 这件事是不会成功的啦 压下你这个意见 或者是report 现在这里面有一个报导 结果他就出面澄清说 这个东西是错的 叫做squash rumor 或者是hope 或reports 这样都可以啰 好啦 第五个单字很快就结束了 我们继续进行到 今天的最后个单字 终于聊到今天的最后个单字 这个字也是很熟悉的 叫做accurate accurate 这个字就是精确的 准确的意思 如果后面加上一个ly 就是accurately 就是很精确的做某件事情 不管是医疗上 甚至是军事上 很清楚的打击 某个目标 叫做accurately 当然投篮的时候 很精准的命中某个目标 或投球 非常精准的投到 好球蛋的某个角落 这是accurately 那如果说accuracy 就是某件事情 或某个动作的精确度 精准度 或精确这件事情 那相反词呢 叫做 inaccurate 就是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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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词就是不精准的 所以 accurate 是个形容词 那accurately 就是副词 accuracy 是名词精确度 这件事情 那最后它是形容词 相反词 叫做 inaccurate 我们就很快的进入到 yahoo的例句 这里共有三个句子 都是简短的 那第一个句子说 the new sales girl is accurate at figures 这样的女员工 是非常受欢迎的 the new sales girl 就是新的女的售货员 是怎么样呢 is accurate at something 就是对某件事情 是它是很精确的 哪件事情呢 figures 是指的不是人的身材 而是指的是数字 figures 可以指的是一些数字 所以呢 the new sales girl is accurate at figures 就是新来的女售货员 对于数字 对于计算 这个是非常的精准 正确无误的 再来看一下第二例句 his information was accurate 他的讯息 他的情报 是准确的 那很多 甚至这些战争 发生的时候的话 都会讲说 谁正在犯话 那说他的讯息 是最正确的 他的讯息是最及时的 有人像每家公司的 新闻报导 都要强调自己的 报导是最准确的 就是用到accurate 这个字 his information was accurate 他的情报 是准确可靠 所以你有想知道 新的事情 可以去找到要资料啦 再来看一下 yahoo的最后一个例句 would it be accurate to say that you forgot 如果说我说 我说什么呢 to say that you forgot 如果我说 你忘了 这个事情 那这个讲法是不是 accurate 是不是精确的 就是说 是不是精确的说 你忘了 这样对吗 还是说如果我说 你就是忘了 那这样讲法到底 精不精确 叫做 would it be accurate to say that you forgot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loneman给的例句 这里看起来应该是两个句子 但中间夹杂一些片语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句 please believe Derek gave a reasonably accurate account of what happened 那倒数第四个字account 在这里只是描述 所以他给的是一种 accurate account 就是所谓的精准的描述 对什么东西精准描述呢 of what happened 就是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 所以前面呢 please是相信 believe 对不对 Derek这个人 他相信的这件事情 gave a reasonably accurate 是合理的精确 等于说精确到一种合理地步 等于说 他对一个东西的描述 已经够细的 所以这已经足够精确的 这就不用再继续问了 因为我们知道够多的讯息了 OK 警察 他认为他所给的描述已经够精准了 那换言之 这里面accurate 这个字前面就可以加上一些副词啦 好比说你可以讲说 not strictly accurate 就是不是非常严格的精确的程度 就是不是 这不是那么的精确 好 因为strictly 就是所谓的 呃严格的嘛 对不对 strictly 那如果说是entirely 是全然的 如果说一个东西是not entirely 叫做不全然是精确的 或者是not completely accurate 就是所谓的怎样呢 不是全部精确的 所以这三个字 都可以这样讲 not strictly 或not entirely 或是not completely accurate 都可以当成说是 不怎么精确 或不全然精确 也就是一部分 对一部分的错 不见得是全部都错啦 但是至少就是一部分的讯息 是不正确的 那我们在今天的例句的收尾 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讲什么呢 the evidence she gave to the court was not strictly accurate 就是在讲前面 引述前面的这个片语 在那边讲说 the evidence就是证据 she gave to the court 她给法庭的证据是怎么样呢 was not strictly accurate 什么意思呢 括号起来就是说 not exactly accurate 并不是非常精准到位的 因为exactly就是完完全全 就是那么那个样子 换言之点是说 他给法庭的证据 是不尽然正确的 好 总算带着大家 把这六个单字 给一起学习完了 那不晓得大家累了吗 那总言之 在解决之前 还是带着大家 把这六个单字 先念一遍 第一个单字 mai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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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字 cur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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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字 spora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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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字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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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字 squ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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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个字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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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各位 那如果你会觉得累的话 还是善加使用的我们时间码 跟着这些段落 保持少量多餐 我知道这阵子 会有期中考的负担 所以我说也许有些人 会比较没有机会学习 不过说真的啦 以前我高中时代 听空中英文杂志什么东西的 也不会随着其中考而中断 我觉得保持习惯还是比较好的 那有些时候一累积起来 想要回头看你就没力气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李老师就不浪费各位时间 那希望下个礼拜 我们可以继续一起学习囉 拜拜 by bwd6